中心经纬客户端8月9日电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2018年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 2018年7月份CPI同比上涨2.1% PPI同比上涨4.6% 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生国庆进行了解读 1.CPI环比邮件转升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从环比看 CPI上涨0.3%主要受非食品价格上涨影响 非食品价格上涨0.3% 涨幅比上润扩大0.2个百分点 影响CPI上涨约0.28个百分点 暑假出行高峰 需求增加 飞机票 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 分别上涨14.5% 7.9%和2.2% 三项科技影响CPI上涨约0.19个百分点 是CPI上涨的主要原因 居住和医疗保健价格均上涨0.2% 和其影响CPI上涨约0.07个百分点 成品油调价影响汽油和材油价格均上涨0.9% 和其影响CPI上涨约0.02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油价转升 上涨0.1% 影响CPI上涨约0.03个百分点 其中猪肉价格上涨2.9% 涨幅比上润扩大1.8个百分点 影响CPI上涨约0.06个百分点 部分地区天气炎热 雨水偏多 不利于蔬菜的生产和储域 鲜菜价格上涨1.7% 影响CPI上涨约0.04个百分点 食令官果大量上市 鲜果价格下降3.7% 影响CPI下降约0.06个百分点 其他食品价格有涨有落 从同比看 CPI上涨2.1% 涨幅比上润扩大0.2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上涨2.4% 影响CPI上涨约1.96个百分点 其中 汽油和材油价格分别上涨 百分之二十二点七和百分之二十五点一 合集影响CPI上涨约0.42个百分点 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百分之四点六 旅游价格上涨百分之四点四 教育服务类价格上涨百分之二点八 居住类价格上涨百分之二点四 上述四项合集影响CPI上涨约1.16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上涨百分之零点五 影响CPI上涨约0.10个百分点 其中 鸡蛋 鲜菜 鲜果价格分别上涨百分之十二点七 百分之三点八和百分之零点四 三项合集影响CPI上涨约0.16个百分点 牛肉 羊肉 和鲜肉价格分别上涨百分之三点一 百分之十三点三和百分之六点五 三项合集影响CPI上涨约0.14个百分点 铸肉价格下降百分之九点六 降幅即时收斩影响CPI下降约0.24个百分点 据测算 在七月份百分之二点一的同比上幅中 去年价格变动的恰恶影响 约1.4个百分点 新涨价影响约0.7个百分点 二 PPI环比 同比涨幅均有所回落从环比看 PPI上涨百分之0.1 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百分之0.1 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百分之0.2 上涨幅持平在主要行业中 涨幅回落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上涨百分之1.3 比上涨回落3.2个百分点 石油 煤炭及其特然料价工业 上涨百分之0.9 回落1.4个百分点 黑色金属叶链和鸭银加工业 上涨百分之0.5 回落0.6个百分点 由生转向 都有有色金属叶链和鸭银加工业 下降百分之1.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下降百分之0.3 涨幅扩大的有计算机 铜线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线 上涨百分之0.7 比上润扩大0.6个百分点 煤炭开采和习选页 上涨百分之0.6 获大0.3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 PPR上涨百分之4.6 涨幅比上润回落0.1个百分点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百分之6.0 涨幅比上润回落0.1个百分点 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百分之0.6 涨幅比上润扩大0.2个百分点 在主要行业中 涨幅回落的有黑色金属液链和鸭岩加工业 有色金属液链和鸭岩加工业 可及影响PPI同比涨幅回落 约0.31个百分点 涨幅扩大的有汁油和天然其他产业 上涨百分之42.1 比上润扩大9.4个百分点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价工业 上涨百分之24.6 扩大4.7个百分点 据测算 在7月份4.1%的同比涨幅中 去年价格变动的价位影响 约为3.9个百分点 新涨价影响约为0.7个百分点 中心经纬APP 关注中心经纬微信公众号